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管部門台前線人員在進行疫情預防、控制及治療工作時 是否遇到這個法律在執行及解釋上的問題 這部法律是在16年前沙士病毒疫情之後制定 面對今次新冠病毒疫情 是否需要對相關法規檢討台修訂 以保障公共衛生及完善有關法律制度 多謝 領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多謝黃顯輝議員 傳染病防止法來說 在今次來說 我們很多措施都是靠傳染病防止法 從這個疫情開始 我們很多都是依靠傳染病防止法 賦予政府有關的職權 可以做到很多事 暫時來看 我們傳染病防止法是立得比較好的 是比較全面的 以及可操作性比較高 所以暫時來說 對於法律來說 沒有甚麼要檢討 或者有甚麼要修改的意見 因為在很多措施裏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我們的批示上所引述的 我們衛生局所引述的公告裏面 都是使用有關的傳染病防止法有關的條文 所以這個傳染病防止法 當年來講是做得十分好的一個法律 是賦予了我們很多可操作性的有關的事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在傳染病防止法 我們在口岸的防空 娛樂場所 公共活動 疾病診治和社區宣傳等方面 都是做得好 都是做得可以做到 對我們押止有關的疫情的散播和蔓延 相關的措施和延行的法例行之有效的 可以繼續執行 暫時來說我們可以繼續執行 多謝你的提問